好 立刻帶你掌握在立法院議場裡頭的最近狀況 可以看到現在是國民黨立委葉原之正在投票 那麼國民黨分成的是一個委員會 一個委員會來投 那麼一個委員會大概就是七名立委左右 他們在投下票之前還會喊口號一起來 好 那麼可以看到呢 為什麼現在怎麼民進黨立委沒在投票 只剩下藍委在投票呢 原因就在於藍營稍早採取的是集體量票 那麼先量票完之後呢就分成像是財政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等等的委員會 一個委員會一個委員會來投 所以這個投票的進度就會稍微的慢一點 另外在投票票箱的部分你可以發現到了 藍委通通都是投韓國瑜的左手邊的這個票箱 那麼稍早呢民進黨立委呢 則是投韓國瑜的右手邊這個票箱 就是方便稍待會在計票的時候呢 也可以比較方便來進行 那麼在稍早的時候 其實投票大家都在看一個人 都在看誰 看民眾黨立委陳昭姿 就是由於先前這投票的時候 陳昭姿的這個手不是去回到了嗎 他那張票就變成了廢票 所以這一次他其實有點緊張 不斷把他的票呢給自家立委 看看這一次有沒有投錯 但是林國成呢是點頭 跟他說這一次是投對了 所以全場其實都在看喔 那麼在投票之前其實在議場裡頭 似乎也出現了認知戰 因為綠委頻頻對著藍委說 你們等一下投票的時候呢 要記得蓋左邊喔 但其實呢 藍白應該要蓋的是右邊 就是贊成維持原本 國會改革的原來的決議 反對副議案 這樣才是對的喔 但是藍茵也一下子就看出來他們的計謀 就說我們還是會堅持我們原本的選項 好那麼剛剛其實韓國瑜也做出了才是 今天的投票呢會一直到12點會來截止 但是如果像現在看起來還在投票 如果稍待會提前投完票的話呢 就會提前來開票 就算最慢最慢可能在中午12點半前 結果也會出爐 好那麼剛剛其實有問到國民黨立委 要是有人跑票啊或者是蓋錯票的情形怎麼辦呢 藍茵就說了先不用預設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倒是如果副議案失敗的話 因為現在看起來藍白就是多數會過半 副議案失敗的話怎麼辦呢 其實民進黨現在看起來也做好了準備 就是會先讓這個法律來生效好 生效過後他們就會來提起釋憲 那這個國會改革法案什麼時候會生效呢 預估在下週三可能在26號的時候呢 會來公告28號就會生效 而你可以看到在議場裡頭現在呢 還沒有來進行開票 在議場稍待會最近狀況會再隨時的為您做掌握報導 先把時間交換給棚內